成长故事 我不见到一样要一样 真漂亮呀 妈妈妈妈 我想要这盒彩笔可以吗 妞妞 我们上周刚刚买过一盒彩笔 等用完再买新的好吗 不嘛 我就想要这盒彩笔 你看这盒子多漂亮呀 妞妞 妈妈问你 你买彩笔用来做什么呢 用来画画 那么家里的彩笔很好用 为什么还要买新的呢 妞妞 买东西的时候 不能因为看到包装漂亮 就要买 而是要想一想 要买的东西是不是实用 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 如果我们把不需要的东西买回家 不仅很浪费 而且真正需要它的人 也用不到了 这样是不是很不好呢 妈妈我错了 我不要这盒彩笔了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妞妞 好东西很多 但是我们不能全部拥有 也不能见到一样就要一样 记住了吗 妈妈我记住了 咖啡笔 彩笔彩笔真漂亮 买之前要想一想 真的需要才能买 我不见到一样要一样 咖啡笔彩笔彩笔 彩笔彩笔真漂亮 买之前要想一想 我们看心不浪费 我不见到一样要一样 中华文化成语故事篇 亡羊补牢 子军啊 你看这本书的书页要散开了 赶紧修补一下吧 不用先生 我翻书的时候 小心些就行了 先生先生 你看我的书丢了一页 要是我早点听你的话 书页就不会再掉了 没关系 现在咱们再修补这本书 也算是亡羊补牢 为时未晚啊 亡羊补牢 不知道吧 来先生给你讲一讲 从前有个牧羊人养了许多羊 一天早晨他准备去放羊时 发现羊少了一只 牧羊人在羊圈里找了很久也没找到 不过他在羊圈上发现了一个破洞 一定是狼趁我睡觉的时候 从这个洞钻进来 把羊叼走了 这时一个邻居路过羊圈 看到这个破洞就劝牧羊人 快把羊圈修一修 堵上这个洞吧 不修了 羊已经丢了 还修羊圈做什么呀 哎呀 结果第二天早上 牧羊人发现又丢了一只羊 牧羊人很后悔没听从邻居的劝告 他赶快堵上窟窿 修好了羊圈 从此羊就再也没有丢过了 后来啊 人们就常常用亡羊补牢 来告诉那些犯错的人 犯了错并不要紧 你要及时改正就不算太晚 哦 我明白了 羊圈修好后 就再也没有丢过羊 要是我现在把树补好了 树叶就不会再掉了 太对了 哈哈哈哈